15日,GYP娱乐公司通过官方SNS频道 发布了Twist第四次世界巡演The Red海报 并同时公开了巡演计划 计划显示,Twist组合将在2021年12月24日至26日 进行为期三天的首场演唱会 并为粉丝送上特别的圣诞节回忆 紧接着将在2022年2月16日、18日、22日、24日、26日 分别在洛杉矶、奥克兰、达拉斯Icon、亚特兰大、纽约 等美国五个城市开办演唱会 另外海报上还出名了Andmore的字样 这意味着GYP可能根据粉丝情况来举办更多的演唱会 不过在韩国现如今艺人确诊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GYP这时候Round2S开启世界巡演 真的是完全不考虑艺人的安全问题 再一个就是成员形成紧张程度 也让粉丝再次担心成员健康问题 毕竟定言刚休息条正好状态回归这次的专辑 这次定言的回归虽然定言的身体和心理都还有问题 但他在舞台上表演的勇气和努力也得到了好评 此外在紧张的视频计划中 12月5日TWEST还将发布日文单剧Darnot回归 这也是TWEST的第37次回归 成团6年回归37次 平均每年回归6次 老魔兔实锤了 在此对比之下 GYP一直吹嘘的所谓人性美就显得非常讽刺了 与此同时让粉丝担心的还有成员们的许约问题 不过就算是不许约 相信大多数粉丝也能理解 毕竟在这种高强度下 成员身体心理都能保持正常都算好的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待许约问题呢 欢迎留言 爱到韩瑜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瑜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